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才是标准意义的叮铃栓色 完全堆码 无法看到骨膜 有一些碎渣碎片的那些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 这个叮铃栓色的形成 根本原因跟自身是否是否去什么 自己定期清理耳朵这件事没关系啊 就不是说自己什么不注意卫生啊 没有定期去处理啊 跟这个没关系啊 这就是自身的这个外耳道字节功能弱的一种表现啊 丁宁产生的产量多 然后 呃 字节功能拖出少 它的形成是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啊 一般来说要 几个月或者几年以上啊 所以说这种缓慢形成的时候 很多人没什么感觉啊 像这种来在门诊就诊啊 是一少部分是说自己耳朵发闷发堵 来的啊 大多数人就是甚至是在无意当中 因为其他原因看耳朵的时候发现啊 日常的生活交流沟通 完全不受影响啊 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说堵成这个样子 呃 平时听不见啊 达不到那个程度 所以退一步说啊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很多人 这个睡觉的时候啊 总是觉得外边吵要带这种隔音的耳塞啊 这个我是一直反对这件事情啊 就是因为你像你带的耳塞不太可能能达到像这种定音参色的效果啊 因为这种定音参色从外到内 一直顶在鼓膜上啊 他们的日常沟通交流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带那个耳塞能够降低的分贝很有限 很有限啊 如果外边真是强噪音的话 你降低那点更多的也就是个心理安慰啊 反过来说呢 对外耳道的 呃 空气的湿度啊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种隔音耳塞对于皮肤接触以后刺激的反应 呃 总体来说啊 必以大于力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待为好啊 尽量还是想别的办法 要么换地方住啊 要么还是自己努力的去跟他适应啊 因为人在睡眠状态下 就是在入睡的那个过程当中啊 呃 是比较麻烦的 一旦在清 一旦入睡以后啊 外界生源只要保持在一个稳定 不会突增突减 呃 一般我们都能接受 因为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啊 听觉反应的这个灵敏度会大幅度下降 呃 像这种叮咛色呢 质地比较软的啊 可以直接的清理啊 没问题啊 当然有一些质地确实硬 很坚硬的 少数吧 少数这个叮咛色的质地 非常坚硬啊 就是类似于水泥这种坚硬啊 强行的去往外取 可能会造成瓦尔道损伤 而且比较疼痛啊 尤其是年龄小儿童啊 配合不了 所以说可以啊 可以采用软化清理啊 软化以后呢 一般就是冲洗或者是这个 用负压信器啊 往外 清清理啊 就像这个 这个病例之前 前几天前啊 来就诊的前几天 在其他医院啊 使用过第二页软化啊 他就诊的时候 这个诊断没问题 处理也没问题 就是但是有一条 像这种叮咛块啊 尤其是体积越大的叮咛块 一旦泡软以后 它会有膨胀感啊 所以说 滴完药以后啊 会出现一个比滴药之前 更为难受的事 这闷肚感啊 少数人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当然如果出现剧烈的疼痛 那这个玩意儿就有可能是 外尔道胆指流 不是叮咛顺色了 这个病例之前 我觉得应该是棉签加工过啊 所以他推的这个叮咛块非常靠理 外侧 外尔道的外侧区域反倒没有空的啊 贴近内侧 就骨膜这块啊 完全堆满了 这个应该是后期加工过 所以说他这个第二页的效果不理想啊 就是把表面一层 浮屠给泡软了 里边的芯啊 还不行啊 所以靠吸引器吸不动 还在必须使用工具直接去清理 像这种成框的话 吸也吸不动 冲也冲不动 嗯 所以说必须还得靠手动的方式去处理啊 呃 丁明拴色在整体的啊 之前提过啊 在整体的人群当中啊 以儿童 嗯 最为多点 学龄前的儿童 还有老年人人群排第二 呃 青壮年在年龄段人群当中啊 这个相对是最少的啊 正常青壮年人群 出现丁明拴色的概率不到1%啊 儿童的话 这个比例相当高啊 儿童我觉得就我接触的儿童可能有一半左右 都有啊 程度或轻或重的这个丁明顺色啊 只是说堆的 呃 堆的程度不太一样啊 只是说的学龄前的儿童啊 学龄后大部分慢慢自然就脱出了啊 真正能上医院来处理的呢 毕竟在人群当中少数啊 你想想 全中国这个人口咱们的技术有多大啊 这个儿童科医生才有多少啊 这个已经完全顶到骨膜的表面了啊 所以说 当然还有笨办法 就是一次泡泡了好 就清理一部分回去再泡啊 就跟这个 呃 这个绝境式的这种往前推进啊 那个非常耗时间啊 之前遇到过有一个病例说 前后折腾了快半个多月 实在受不了了 跑这儿来的 当然如果是外耳道胆脂瘤 你靠软化这个是没细的 只能是 去手动的去处理啊 能配合就配合 配合不了 外耳道胆脂瘤需要麻醉啊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末再见